灯火通明的交通要到地面 突然剧烈震动冒出大火花 还伴随着一辆车被抛飞 换支坚持器来看 隐隐听到爆炸声后 车辆警报声也跟着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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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警报声 轰炸事件发生在距离乌克兰东北部 40公里外的俄罗斯城市贝尔哥罗德 官媒声称一架苏凯34战机 当时紧急释放航空载具 碰击者谈到暗夜剧烈爆炸声响 一记犹存 居民表示他们先听到 低沉的丝丝身后 就是一声爆炸 附近公寓一阵战斗 一辆车被抛飞到附近店家的屋顶 同时公园林荫大道中间 留下20公尺宽的弹坑 好几部车毁损 邻近多栋公寓窗户也被震碎 居民原本以为是乌克兰 发动无人机攻击 事发一个小时后 俄罗斯国防部坦承 这是自家的苏凯34战斗机 不小心掉落武器造成的 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军事专家推测 这枚炸弹有500公斤重 事实上从去年乌尔开战以来 这座俄罗斯边境城市就频频遭到战火波及 经常发生燃料库或军火库爆炸 但是这样的天外灾害 怎么也比不上乌克兰人民的痛苦 三令新闻综合报道